MQTT 我們來看一下 MQTT 這個在 進階功能裡面 有一個這個東西 叫做 MQTT 進階功能 你可以找到它 那我這邊有一個簡報頁面 在29頁 這個是一個真實案例 因為這個同學 好像是北義大同學吧 他們做藝術表演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就 不方便出國 所以說 他有一個需求 他說他在法國跟在台灣 要有一盞燈 台燈 那他希望 法國那邊表演的時候 他的燈如果打開了 我們台灣這本燈就關掉 台灣的燈如果打開了 法國燈就關掉 所以 我不建議他用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 開發板的串點的方式 因為這樣會有問題 什麼問題 萬一劇場的網路聯繫有問題 或是台灣這邊的WiFi有問題 還是什麼狀況 是不是就可能 就會失敗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這位同學他自己 然後我們之後 就自己實作一下 確定可以用的再寄過去吧 當然因為他是開這種 燈啊 所以我們上來就會用這個 那個叫基電器 因為小的裝置要去輪大的電源 只要用基電器 大概就像這樣子 他就再寄過去 這樣大概了解歷史 所以這個是他最後做出來的 我請他就寄個照片給我看一下 就要這樣子 好 所以 像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透過 MQTT 那因為WebDuel本身 就有MQTT的功能 你看 你找到這個地方之後 你看他上面這個積木 有12344個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你要連接到他預設的那台SERVER的話 其實不需要這個 以前是需要但是後來 因為他預設的就是自己的SERVER 所以你沒有這個 就可以直接發送訊息 就可以直接發送訊息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就直接 按下去之後 我可以發送一個訊息 發送一個訊息 那你看 那你要怎麼發送訊息 MQTT的那個概念 他是有點類似我們講的 那個叫做 廣播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們打開收音機 你是不是要轉到 相對應的 電台的頻率 我如果跟你的 所謂的 這個 TOPIC就是我們講的頻道 你的 這個頻道 你可以設定 主頻道跟次頻道 那個次頻道 也就是說如果我是同一個 我下面還可以再分 好像資料夾的概念 那如果你只有 第一個這樣也可以 就是不一定一定要吃頻道 那這個就是你的 專屬的 那我 前面這個訊息 就會經過這個頻道 廣播給大家 但是 NQTT跟 TCPIP有點不一樣 TCPIP是 我要很確定的 你 丟給你之後 你要收到的 你要跟我講 我收到了 他才知道 你有沒有lose掉 但是NQTT 就跟我剛剛講的廣播 你如果那個時段 超過了 比如說八點開始有一個節目 你八點半才進去 那八點半之前的 是不是都沒有 他會是像這樣子 那第二個是 如果你 中間沒有lose 就是沒有收到訊息 他也不會補發訊息給你 因為他不知道誰收到 他就直接要廣播出去 這樣子 這樣 NQTT TCPIP會有一個叫 Handshake 那我剛才有一次比較像 所以我只丟 有點類似 對就是他的那個 風發量子比較少 他不需要做那個 Double Check 所以他只會丟出去 所以你今天有可能 沒有 沒有收到但是他不會就是 因為這樣就 就是再重發一次 除非說就是 那個發送端他要重送 是這樣子 那所以你可以通過這樣去發送 那相對的有發送是不是就可以接收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來這裡 我們 找到一個 簡報的27頁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Webbit的 限帳版 這個你要安裝的也可以 但是我們就直接用 那個 限帳版 27頁 這個你可以打開 好打開之後有沒有感覺到 有點類似 但是積木的那個方式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首先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寫積木還是在中間這個沒有問題 寫木在中間這裡 但是他右手邊這裡 有多了一個這個東西 還有呢右上角這裡是模擬器 也就是 我們原本 Smart 或者是 那個 馬克一號那邊 我們的模擬器 跟那個 Black也是分開的 他沒有那麼多功能 就是模擬器本身能提供的元件比較少 可是在Beat這邊 因為他大部分的元件都已經坐在上面 所以他把 三個東西 整合在一起 就是模擬器 跟實體的整合在一起 你今天呢 他就沒有分不同版本 好那第二個 我們原本 Webdino上面 我們剛剛不是有個叫互動區嗎 對不對 網頁互動區 他的互動區改成像下面這樣 多了四個怪獸 所以你就知道他是給國小國中這個階段用的 這樣比較可愛一點 有點類似 Spray的概念 那 基本功能 這裡 是雷同的 那下面這邊呢 他就 就是合在一起 就把它合在一起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這裡有擴充功能 有沒有 有擴充功能 好看一下 點開 有沒有看到Google試算表 氣象資訊 廣路廣播就是我們的MVTT 甚至他可以直接跟Line 直接退播 也可以 因為呢像這個 這三個 其實是 在我們剛剛那個雲段平台是屬於付費 所以他把這個就釋放出來 這邊的視算表 你有沒有感覺 好像積木比我們剛剛那邊過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剛剛那邊接收到溫度之後其實也可以傳送到這邊 一樣可以傳送過來 他也有雲端部署的 功能 在這邊 他有更多 有一個 雲端部署 但是這個要 看一下 來 這裡 這裡都已經加入了 另外這裡有一個擴充功能 是可以看一下 在上面這裡 剛剛看到這個是加入的 你看下面 有沒有播放YouTube 甚至錄音 人點追蹤 視訊 這些都有 這些都有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點一下 他就可以把這些擴充功能加到我們 的期錄裡面 所以他得把 以前比較多功能現在就合在 一個 網頁平台 跟一個 專體裡面去 這個是他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 我們剛剛有在這裡 是準備要發送一個訊息出去 我先不改 我先不改 沒關係 我按一下他會發送一個訊息 但是後面這裡 老師可以自己改一下 比如說假設我同意一下 我們今天 1 1 2 2 過了4個1了 來 我們就假設同一個頻道 老師等一下我們就一起用這個頻道 頻道名稱一樣的我們才可以溝通 對不對 OK 所以我先 兵選一下 等一下老師就看一下這邊 我在這裡 Webbit 這裡 我來接收 你看 我就直接跳這個功能就好 擴充功能 這裡 有個網路廣播 按一下 有沒有 三個 從哪個頻道接收什麼訊息 我就從 哪一個頻道這裡丟出來 我剛剛的頻道名稱是 My1112 那我就跟他切到同一個節目了 那麼 我希望我收到的時候 我找綠色怪獸講出來 這樣OK嗎 因為他網路廣播動器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這裡 怪獸的控制 你看一下桌上邊 有沒有一個進階功能 有一個叫怪獸控制 好 怪獸控制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怪獸 說什麼事情 綠色怪獸 好拿出來 那說的內容 就要廣播出去的內容 所以我把 Alto把它丟掉 告訴他 我從廣播這邊是會收到 有沒有 廣播這裡第3個就是收到訊息 丟出來 好了 現在我從這裡執行看看 你看 當我這邊執行 因為我是按下去的時候會發送一個 好按下去 我的燈當然會亮起來這沒問題 但是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等一下 這裡沒有執行 我再按次容 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收到一個訊息 腦説了解為什麼我們要PTT的吧 而且我剛剛剛好 示範人家 我今天雖然有程式沒執行 當然不會接收 可是他會不會補送 當然不會 因為 像水一樣流過去就 過去了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MQTT 我就可以把 你的狀態是不是給傳送出來 所以 像這樣子 我們在做的時候 就會比較 就是 訊息的溝通上會是比較OK的 那 如果我這邊 我看一下 來看 狀態切換 我想一下 現在呢我們來試看看 就用三色的燈 大家一起來玩玩看 那 我把這個 先丟掉 先丟掉 好 然後我這邊就顯示文字 因為我們在那個 block裡面 他沒有怪獸 那我要接收訊息 我用這個 顯示文字來接收訊息 這樣OK嗎 好所以麻煩你把 這個 網頁的互動區域 你把它改成 顯示文字 好 那 我現在呢 加入一個 三色 有一燈 老師不要忘記了 三色有一燈 我們要用什麼 共音的這個 第二個 他的腳位 他的腳位用這個 好丟進來 後面就不用改 後面這個地方 不需要改 那我想要讓他控制他的量 跟 就是看哪個顏色 好 用哪個顏色 那我們先來看看 就是 你可以接收 找到 我們的 進階功能 進階功能 NQTT可以接收訊息嗎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這個 但是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從哪個頻道 是要先告訴他 你才可以去接收訊息 不然你要從哪個頻道接收 所以這個先拿出來 我們先把它拿出來 打上我們的頻道 來我們都一樣 買1234 1112 好我就從這個頻道 去接收 好去接收 那 既然接收到了 我就可以去判斷 所以我們就可以搭配我們的邏輯 如果怎樣就怎樣 我們就紅黃綠 紅黃藍好了 紅黃藍來你看我把它 丟進來 如果怎樣 怎樣 否則怎樣 我看否則如果可以 123 要三個 再加一個 再加一個 否則如果 這樣 我總共有兩個 否則如果 我先 做一下 然後 後面這裡 是不是條件 因為有邏輯 第一個 就有第二個要判斷 如果 我接收到的訊息 你看我從 MQTT 這裡接收到的訊息 等於 比如說紅色 紅色是一個文字 對不對 所以我從這裡 如果 紅色 我就把 LED燈 三個的LED燈 射成紅色的 那 否則如果 我又拿出來 如果他是 綠色的 我就把這個 色成綠色的 再複製一個 藍色 那我就把這個 色成藍色 這樣OK 那你也可以設定再一個 就是 否則 就是 都不是這三個條件 我可不可以把燈都關閉 可以嗎 只要不是我就關掉 所以 我也可以像這樣 不是的時候我就把這個燈的原色 射成黑色的 就代表 這樣子關閉的 來看看 在這邊我先回頭到 為了病的這邊 我們剛剛都負責接收而已 對不對 那我現在呢 我就來這裡 順便 剛好 這裡有三個 我從這邊 一個是接收 然後現在呢 我希望 從 怪獸 這裡 我要發送訊息 發送訊息 這個 怪獸 怪獸 好 我來看一下 您先看一下我們在怪獸控制這邊 你往下轉動一下 他有一個當滑鼠有沒有 點擊怪獸做什麼事情有沒有 在怪獸控制這邊 好我現在按到綠色怪獸 好我就 做什麼事情 來把我的 網路廣播 我就準備 向 這個頻道 廣播什麼 訊息 那我的頻道名稱在這裡 好 踢進去 廣播 比如說就這個 紅色 好了 好 好 紅色 跟我們左 右側邊這個做對 那 紅色 那我用紅色的怪獸 OK 那一樣的這個基因我就佈置一下 如果換到黃色的 因為我沒有黃色的就用綠色的 綠色的 好 那我用 另外一個 藍色的怪獸 我就發送 藍色的 這樣 所以我們把它對調 就是按 這其中一個 我就 設定不同的燈 這樣可以 來一樣把它抓起來 這樣 老實在看比較方便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試看看 好不好 來這裡我先關閉 我這邊再補 多補一個就是 我把那個 訊息就是收到訊息 顯示在 這個地方 那我看一下 我們右手邊 顯示 對不對 放在裡面 那顯示什麼 是不是收到訊息 把它 貼到上面 這樣 好那我這裡先執行 那現在當然是沒有收到喔 所以呢 有人已經幫我送了 來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的紅色亮起來的 雖然不是我自己做的 有沒有老是要送其他的 沒有就只要我自己執行 好來我來點一下 我來點一下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 綠色 沒有 沒有執行 綠色 有沒有這邊就變綠色 雖然我開發桿沒有串聯喔 可是我點這個 這邊 這個就 又有幫我串了 這樣導致了解歷史了吧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 你看 雖然 沒有什麼 很複雜的東西 可是我們就是透過一個類似廣播的概念 我把訊息弄出去 收到的 就由 實體的那個裝置去判斷 我這個訊息 是什麼樣的訊息 所以 老是沒有回想到 我們包括很多的寫程式 很多的機器 我們在用的時候都會有所謂的錯誤代碼 如果你把這些錯誤代碼整理起來 那 其實你只要傳遞那個代碼就好 因為我們 比較擔心的 有些人會擔心說我傳的是這種名碼 別人 比較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 那如果我是用代碼方式 相對來說對方 雖然這個沒有加密 其實說真的 MQTT是可以加密的 MQTT現在也有 它SERVER是有提供加密的功能 可是目前會不會聽懂沒有 目前會不會聽懂傳送就是名碼 這 老是有概念了嗎 你看 雖然老是這邊 這裡有人 反而是紅 但是我判斷的是紅色 我們剛剛判斷了是不是接到是紅色才有 所以我這邊 因為不符合我的條件有沒有 燈是關閉的 老是瞭解意思了 所以我們這邊這樣是關閉 OK 好 那 這樣大家有概念之後最後我們玩一個小小的東西 這個 最後一個頁面 這個我配合LT針盤的 那 我有兩個版本 其實一個是點擊燈號碼 一個是LT針盤加公民器 那一樣的概念 這個我先 登錄一下 登錄 好進來了 那 我這邊呢 我有放一個LT針 但是我的腳位跟這邊的不一樣 然後我的腳位剛剛是02 好 你可以看到其實我上次解釋一樣的那個程式 就是我腳位設定了 那我先設定個變數 設定個變數 這個燈 是不亮的 好用真假的去判斷 那我把燈帕關掉 這個關掉 那我這邊呢會搭配這個點擊燈帕 所以我 從這個地方 從這個頻道 去接收訊息 如果收到訊息 等於多少 有點像 我不知道以前 大家有沒有玩過一個遊戲就是 自己想一個數字然後大家去猜 然後去逼近有沒有 我的概念就是像這樣子 那你自己 指定一個 你的號碼 那大家就按 那按下去的時候 我可以輸入 輸入什麼 因為你要講 你要拆 所以我們這邊 有一個 網頁上 不知道大家以前遇過 就是我可以按 按下去然後跳一個 你可以輸入訊息 輸入文字的一個對話的 方塊 那 我們微博電腦裡面有這個功能 這個在文字裡面 有沒有看到 在文字裡面 有一個叫做跳出來 這裡 有沒有 這個 所以 像我們在做變數名稱 你都點到它 不是有這個嗎 對不對 這個就是網頁的那種訊息 所以我先止擊一下 你們看一下 按點擊燈泡 有沒有跳一個出來 我就猜 你的是不是99 沒事 如果是 50 有沒有燈泡就亮起來 那你看我的燈泡有沒有亮起來 但是我 這個就不用限制多少人可以玩 為什麼 如果 我們是用原本這種方式 協同控制 你是不是 你的開發板的號碼給我 你的開發板給我 那我就要準備 二三十個 可是我們現在是用頻道的方式 就沒差嘛 多少個玩 就好像我們線上遠距開會一樣 知道你的代碼是不是就進來了 進來之後是不是大家可以一起玩 你只要 看看 拆的數字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去 去玩 張老師大概也有幾歷史 所以像這個也可以做到一個東西就是類似 線上搶檔 線上搶檔 那種概念 因為也可以用MQTT去做 我們在那個焦鐵現場 有那個叫做 那個叫什麼 IRS 就是即時 互動 反饋系統 對不對 以前都是用紅外線 然後老師就發一個遙控器 但是現在大家已經晉級了 因為現在 網絡上就有很多 包括像那個 OneNote OneNote他現在 因為我自己比較常用 OneNote 他現在有一個 雲端教室 OHA的雲端教室 但是我就建議他把那個即時搶搶功能做進來 他現在就有加進來 他就是類似用 這個 就是那個 MQTT的方式來做 這個 像這樣 所以跟老師這樣分享一下 其實 MQTT是 未來會 很多機會有用到的通訊協定 不管你有MQTT用其他的裝置 常常會有機會這樣去 送訊息 他這個因為比較輕量的通訊協定 所以 會比我們一般 用紅外線 用藍牙 他的應用辦法 一直在更多 因為他還是通過網際 網際網路來做 只是說通訊的那個後號 跟那個通訊的 方式 不一樣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 不好意思 有耽誤到一點點時間 大家了解一下包括我們 內建的三色圓燈 還有我們的那個溫濕度 怎麼跟 示範表結合 那剛剛的溫濕度其實也可以透過這樣 傳送出去 我只要接收那我就發送到 哪一個頻道 那有收到的 就做什麼事情 反正 把我們的 所謂的IoT 他比較定位在所謂的邊緣系統 我負責收集資料 偵測環境 至於做大數據分析的 那個是後面的事情 OK 謝謝大家 謝謝